今天是2020年的9月1号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间 因为今天是中国学生开学的时间 当然斐济的孩子还在家里面弹琴玩耍 但中国的孩子们已经开始背着书包 进入他们无法承受的那些学习的那种重压的那种环境 他们从今天又要开始 所以每一年到这个时候 对我们家长来说 对孩子们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然在斐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斐济就是玩 每天就是玩 孩子们玩 大人玩 时间都非常的轻松 今天特地记录一下这段视频 让我们也感受一下 中国人在斐济是怎么生活 我想我的朋友也想知道 我们在这里是怎么生活 所以我在这里记录这段视频 分享给大家 春节以后 1月31号吧 2月31号 好像是2月31号 到了斐济 那个时候的疫情就是最严重的疫情 那时候 疫情实际上刚刚爆发 那时候大家都很害怕 因为我在 我在这个 以前就想找一个好的环境生活 那时候就做了一些准备 搞了一把签证啊 斐济的签证这些都办好了 所以疫情刚刚爆发 我就带着家人 飞到斐济来 那应该算是很幸运的 那你在国内工作了多长时间 我在国内工作了二十多年 二十几年 从来没有休息过 今年 借着这个疫情到了斐济 车子底底地休息了半年 基本上没工作 当然这个拍视频 可能将成为以后我在斐济 的一个重要的一份工作 那你当初是怎么 萌生的要到这个 想法 到斐济 有各种原因嘛 有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在我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工作了二十年 那样 那样的生活已经 过着非常的没有意思 所以还有第二呢 还有就是 学校 孩子们的学习压力非常大 我想带孩子们到一个轻松的地方 来学习 不要让他们 每天都是那样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希望他们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 大人的压力够大了 孩子们压力不应该那样 孩子们应该像我们小时候一样 快快乐地 这样生活 所以抱着这样的愿望 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也给自己一个轻松的环境 所以来到了斐济 当然 还有国内的政治原因啊 国际形势啊 当然那些就是 是话外 就是在这个视频以外的话题了 当然有各种原因 让我来到了这个里 那你到这个地方来了 你遇到过很多的事情 这也是有半年 那它最吸引你的 就是好的那些事情 你都没有 到了这个地方 斐济这个地方是一个 反差非常大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也有美好的东西 也有不好的东西 当然美好的东西就非常多 比如说到海边去游泳啊 这里的海非常的漂亮 到海 到那个沙滩里面去玩 到处都是沙滩美丽的沙滩 还有那个海岛非常多 你可以坐帆船潜水都可以 也不花钱 花钱也很少 当然这里的食品也非常安全 空气也非常干净 在这个地方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而且孩子们这里读书 也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 非常好的校长 非常好的出租的司机 非常好的服务员 所有遇到的邻居啊 这些neighbor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这里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东西都是好的 这里唯一让我们觉得反差比较大的是 这里的我们自己的中国人 反而让你是最觉得不安全的 反而外国人就是当地的居民 或者是印度人 或者是其他的族群嘛 反而让我们感到安全一些 反而自己的国人 反而在这个地方 容易让我们上当受骗 所以我们都害怕自己的国人 当然这地方 也有这个小偷啊 抢劫这些 这些情况我们也发生过 当时在这个我们去劳托卡的路上 劳托卡是一个以前斐济的首都 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城市 当然它是相对比较大 还是很小的 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有相对商品比较丰富 我跟老婆一起到 那个脑托卡回来的时候 当时时间也比较多 我们就到路上的一个海滩去玩 当时海滩人非常少 我离汽车大概有十米远左右 我就放松警惕 把那个车窗没有关 下了车 但是我们站在海滩的时候 离车大概十米 整个车就 那个有个小偷就过来偷我们的东西 当然我追他 我就去追他 追他的时候呢 他居然停下来了 我告诉他 我去我的卡 把我的这个 这个驾驶证还有我的其他重要的东西给我留下 那个小偷就把半抢半偷的人 他就把这些重要的东西给我留下了 当然在国内是不可思议的 但这里的人 我不知道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什么 总的来说他们内心还是比较善良的 或许这个人确实需要钱了 太穷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人失业 非常多的人已经失业了 没有钱 没办法生活了 所以从我包里拿着了五十块钱 当然我到现在 这件事情既有留心 但是我不 我不怪他 因为 因为疫情的原因 他或许家里面有孩子 有 有特别需要 那几十块钱 最近这个问题可能是我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 在这待半年了 有时候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 想留下来 但是又有一种声音告诉我 我要到更好的地方去 但是 所以各种各种但是 各种各种的原因 让自己非常的纠结 因为在这里生活 确实非常的 自由自在 而且非常懒散 生活也过得很舒适 这是我留下来的原因 但是呢 想走的原因是因为 这里确实现在找不到工作 让我 感觉心里面不踏实 因为 一家人开支 每个月大概 人民币就是 七千块钱左右 六千多 七千块钱 但是我们主要原因呢 是我们家里面 都没有 都没有收入了 都没有收入了 所以心里面也不踏实 想找一个地方 能工作的地方 所以也想过去西方国家 但是这个需要条件 所以这个问题 还得需要继续的纠结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最后 你也许还是会离开这里 用英文说吧 叫 Maybe Maybe 会留在这 Maybe 会离开这 现在 自己都还不能决定 求上帝来带领我 他关于这边的信仰 有什么 到斐济 选择斐济 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信仰 我们去过马来西亚 去过新加坡 去过其他地方 想留在斐济的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 斐济 很多本地人都是信仰耶稣基督 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信仰 因为上帝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 上帝把这里 保持现在这样纯正的信仰 可能都是上帝所喜悦这个地方 这也是我留在这里 到这个地方的重要的原因 当然也希望 因着这样的信仰 因着耶稣基督的带领 耶稣基督坚持过我的信心 能继续待在这里 因为这里的弟兄姊妹 这里的教会 都让我感觉到 那种完全的 而且非常多的这种爱 让我感觉非常舒服 谈不上什么后悔了 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 也是上帝的带领 这个世界 现在能留在斐济 能在这里喝茶 能在这里录视频 能在这里和家人在一起 能在这里有纯正的信仰 而不会因为信仰 不会因为信仰被打压 这一切的一切 这一切的一切 都不会让我觉得到这里 待这么长时间 感觉的后悔 后悔这个问题 觉得是谈不上的 如果我身边的朋友过来的话 我录这个视频的目的 也是想告诉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我希望把这样的视频 传到YouTube上 当然能在朋友面前分享也可以 让他们看到真实的斐济 也感受到我内心真实的想法 当然以后的视频 我会拍斐济更多的生活 也拍 也记录下我自己的生活 也让我自己在未来的 未来的我 能看到我现在的想法 也让我身边的朋友 知道斐济的真实的样子 也让我想到中国 想到斐济的中国的那些亲戚啊 朋友啊 这些能了解一个真实的斐济 了解一个真实的我嘛 所以我觉得选择 还是要看以后的视频 才做出最后的选择 不要因为我的这种误导 那你现在就是就这半年 在这待的情况 你拥有什么想对大家说 在这待半年 反正大概就这个样子 总的来说是悠闲 还是悠闲 孩子们也很开心 除了不能挣钱 其他事情都是OK的 他就说如果是存玩 是完全可以到这边 对对对 这个地方太时候了 那今天就把这个视频 记录在这 以后有更多的视频 希望能带我们的朋友 不能到中国的 能通过我的视频 来看到真实的飞机 OK